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彭博士全球氣象 這幾天有一個大新聞 在夏威夷 Hawai Hawai呢基本上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地方 我杜蜜葉就是去這個地方 各位有沒有看現在是12月 12月Hawai在北半球一樣也是冬天 溫度也是會降低的 但是Hawai這邊呢 低到的那種程度 因為那個地方其實 等於是冬暖 夏也不會太熱 才是一個非常舒服的海島 比台灣的島稍微小一點點 但是呢在這個12月6號那天 降下了7.92英寸 這個大概多少 這個200毫米 在美國其實他們的 雨都沒有那麼的大 但是下到200 就會成災了 這個在夏威夷的這個Honaruru 這個的機場 他量到這樣的暴雨 所以當地的創下 有史以來最多雨量的紀錄 上一次是你看 大概4.11吋 大概100多毫米就很多了 現在來看的話是 7.92毫米 所以這個影響是非常的大 那夏威夷呢在這邊 其實他這個 整個環境呢就受到整個 太平洋的氣候的影響 所以他過去呢有兩個 風暴迎襲擊 所以有沒有看到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Hawai在這個地方 他其實這時候受到整個 大環境的這個影響 所以有兩個風暴 相繼的侵襲 所以 衝擊呢是蠻大的 現在來看的話 他在12月大概有兩個Stone 整個清洗 所以這個有時候這個風面影響 就會蠻大的 然後加上北邊來的冷空氣 一下子就凍下來了 所以這個是 主要 我個人覺得說這個不是一個 特殊的狀況 但是的確有一個事件 在這個Stone影響 那未來來看的話 也是還會 因為各位知道現在呢 在發生在 反聖陰正在發展當中 已經證實是反聖陰 那未來呢會 蠻強的 那反聖陰的情況下呢 這邊的海水溫度比較低 就很容易有這種 所謂的大氣的 河流 往這個美國的西岸 衝 所以未來呢 我們要特別注意 雖然夏威夷跟這個 不見的有關係 但是間接都會受到這邊 整個 太平洋的東岸的風暴的影響 影響是很大 所以各位可以看那幾天呢 這個夏威夷的這個狀況 都淹大水了 這個其實 因為當地呢 對於這種大雨很少會發生 突然下那麼大的 一天下200毫米 當然就是水淹 成河啦 非常的這個影響 非常的大 那夏威夷呢 也有很高的山喔 3000多公尺以上的山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這次來說的話 那個高山下雪了 這個是他們的天文台 大概3000多公尺 大概比我們玉山低一點點 那其實 這個地方呢 因為本身受到地形地霧干擾的很少 所以全世界呢 都拿來做什麼 第一個 是量這個溫室氣體 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都是拿 夏威夷 這個他的 頂的這個二氧化碳濃度來做一個代表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一個觀測天文的好地方 但是各位有沒有看到很難得 12月 下那麼多的雪 整個都 這個 覆蓋起來了 通常比較不會 會下雪 但是沒有那麼的多 通常一二月比較多 那這次呢 也創下了這樣的景觀 所以 最近的這個天氣呢 變化速度很快 尤其進入冬天 這種冬天的 你看這越來越 這個是縮時攝影 你可以看得清來 又下雨 那他這個 本身呢 他本身的這個 高度呢 3000多公尺高 當然溫度就很低 那更高的雲呢 就會下降下 溫度低就降下雪 不過 這個對當地來說的話 也是有一點早 有一點反常的啦 所以夏威夷 其實他是一個度假勝地 但是沒想到會那麼的冷 所以各位呢 以後 如果度蜜葉有機會出國的話 去夏威夷 一定要看天氣喔 以前我們都會覺得 冬天去比較好 我記得我以前是10月多去 就有一點涼了 所以 各位呢以後要度蜜葉 要去夏威夷的時候 請務必一定要好好的去看天氣 不然 像遇到這樣的情形 還蠻麻煩的 表示12月 等於是地球的環境在改變當中 他們的12月 沒想到會這麼的冷 會下那麼大的雨 請大家多注意了 Hi, I'm Mike Favetta Certified Meteorologist and owner of Weather Prep Consulting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in my home studio here in New Jersey where I present the weather on TV to about 3 million people each day I've known Dr. Peng since we becam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Climate Without Borders program together Dr. Peng's breadth and knowledge of the weather is second only to his passion of the most prescient weather issues like global warming You, the viewers, are in good hands with Dr. Peng because he relates the latest weather information to how it will affect you and the future of extreme weather These warming stripes are a great example as the planet warms the storms become stronger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enjoy global weather with Dr. Peng Yahoo!